賴靖德前一陣子說過 台灣總統 競排功 他的政治目標 就完成了 只要他能夠 選上總統 他要競排功 他要台獨 難怪這幾天 美國華府 相關的媒體 就報導了 說美國 高層關切 賴靖德會不會變成 陳順元第二 這是美國所 擔心的 美國對台灣的政治人物 他的要求就是 No surprise 不可以給 這個美國 有些驚訝 賴靖德不要變成 陳水平第二 記得當年 陳水平硬要退 露林公投 美國派特使 找了陳水平 談 他沒有用 所以那時候的美國總統 小布希 就罵了 美式的 三字軍 罵赤罪變 都丟人了 美國就是怕 現在的賴清德 等於 過去的 陳水平 或者是變成 陳水平 2.0 不要忘了 陳水平 就強調 台灣中國 一邊一國 搞台獨 賴清德 搞台獨 美國人 是 不能 買單 也不會 買單 因為 他們現在 急需要跟 中國大陸 來改善 好的關係 在一起 對 說 或許 是 傳水平